長濱鄉25號晚間發生一騎小客車翻覆田裡面的事情 駕駛從台南開車到長濱旅遊 當天晚上要到城山社區拜訪朋友 因為天色昏暗路況不熟 不小心把車輛開出了路外了 導致車輛翻覆在農田當中 所幸車內兩個人經過警銷協助脫困 只受到輕傷沒有大礙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銀色小轎車整輛翻覆在農田 長濱鄉25號晚間發生一騎小客車翻覆農田事故 肇事的旅行駕駛以及張姓乘客 從台南市到台東長濱鄉旅遊 當天晚上準備到城山社區拜訪友人時 因為天色昏暗且不熟路況 旅行駕駛不慎將車輛開出路外 並導致車輛翻覆在農田當中 25日晚間八時許 在長濱鄉宁浦村城中社區 發生一起車輛翻覆農田事故 警察本岸女性駕駛西於該日晚間遇上山訪友 因天色昏暗且不熟悉路況 不慎將車子開進農田中造成車輛翻覆 而城內兩人經過警銷協助脫困後都只有受到輕傷 旅行駕駛經過呼氣酒精濃度測試時 酒測止為零 整個分局也表示 事故道路以及路外農田高低落差不大 車上駕駛以及乘客都只有受到輕傷 而郊區道路多沒有路燈以及路伏俠校 若是不熟悉路況時容易發生迷途或是導致意外 車內駕駛與乘客共兩人 經消防119救護 均無生命危險 駕駛經本分局施以呼氣酒精濃度檢測 未發現酒駕情勢 也要提醒駕駛若是不熟悉路況時容易發生迷途或是導致意外 也要呼籲駕駛人應該小心放慢速度以及行駛 就一邊開車一邊使用手機或是導航裝置 而整體事故原因正在調查釐清當中 這盤最昌冰箱報導